想没想过一张纸的威力会有多大 绝对不是影视剧中摘花伤人 飞夜可以把非常艰性的东西给了打碎 这个绝对是影视效果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张纸 它也是能有很大的威力的 特别是在我们没有什么武器防身的情况之下 首先你不要说那种特别轻薄的纸那不行 你是需要让它稍微有一点硬度的 即便是A4纸那么稍微多一点的张数也是可以的 具体怎么用呢 注意 把它卷起来 绝对不是这样去打 这样呢就算你卷100张纸打上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那么怎么用啊 用这 看到了吧 用它两端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一旦这个卷起来之后 它的压强是特别大的 不信你自己现在把手头的纸卷起来 然后呢你用它去戳一戳你的脸上 你看一看对你的伤害有多大 那么一旦啊我们这样做之后 就可以轻松的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短小的武器了 你可以去戳 所以手背 下巴 头 耳朵 这是主要的攻击位置 你不要戳这些地方啊 这些地方一点用都没有 主要就是戳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地方 对方过来抓你 一二 对吧 或者呢 对方离你特别近 要打你的手 防住的顺眼 用这个地方直接去 戳戳的下巴 保证立干净 可以让对方来个颜养麻烦 你就可以顺度逃跑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 一张轻薄的纸 怎么样把它变身成一个防身武器的一个小办法 诸如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呢 还有很多啊 比方说 你兜脸的钥匙 对吧 你随便拿出来一串钥匙 这个绳子呢 不要太长啊 有这么20厘米长 足够了 握在这儿 留这么短的距离 只要你轮到对方这个脸上 一定是特别疼痛的 这个最好是钥匙啊 如果是这种呢 它杀杨力不会有那么强 但是这个位置一定要稍微留一段距离 也不要特别长啊 特别长 控制就没有那么好控制了 所以这个留的长短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落好 像这样的这个生活用品呢 有很多 只要我们多去 注意生活中的这些小东西 那么在危险的时候 一定是可以 旧能力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 可以非常有威力的 生活中的小物品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